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早安 我是不是先请财政部李部长 李部长 孙委员早 部长您早 本来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在委员会咨询的时候提出来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大概很长一段期间 就从您接任部长以来 财政部有一些同仁的行事风格一向都是如此 那经过了这么多会期 我实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那所以我今天公开的来跟部长来拜托 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个处理 那其实部长您在所有的内阁阁员里头的态度算是相当良好的 过去我们跟部长不管有什么事情请教或者是讨论 其实部长的态度都很谦和 可是部长您知道财政部的很多单位的国会联络人的态度傲慢无比 态度简直是烂到极点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给您听 前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税务的纠纷 我们请了你们某一个单位的国会联络人到我们的立法院来拜托 说了解一下这个税务纠纷怎么帮民众来做一个解决 结果你这个单位的国会联络人迟到一个小时 迟到一个小时进来之后就开始一直接电话 接完电话之后人就走了 陈情仁跟我们的助理就在那边等他等了一个小时 看他讲了大概二三十分钟电话 他人就走了 另外一个单位的司长级的官员 最近因为一个预算案来跟我们做报告 把这个预算的这个内容啊就丢在我们的助理的桌上 说你这个看一看了哦 你看不看参考一下人就走了 今天我们是执政党的立委啊 坦白讲我们当然会捍卫我们自己的这个执政团队的同人 这我们来改进 那么针对财政部部长你也了解 我们一直极尽维护跟支持的能事 但是如果今天财政部的国会联络人 很多单位的这个同人是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不管是面对我或者面对一个小助理 我觉得基本上都不够尊重 而且态度也非常的差 所以我今天公开的提出资讯 就是来拜托部长 我待会儿会请我的助理把这过去一年多来 排名最烂的几个相关的同人 相关的这个业务人员的资料通通开给部长 希望部长能够做个处理 我们不要求特权 但是我们只要求一个尊重 人跟人基本的尊重 在做政策沟通上 行政部门跟国会应该有一个起码的尊重 不能够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小助理 你就 这遗旨气死态度傲慢啊 官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我在这边拜托部长 这跟部长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公开质询 也许无法达到敲山正虎的效果 财政部这些同仁可能还是我行我素 因为我私下也跟部长反应过 但是显然并没有任何的改善 所以我今天只好公开咨询 列入会议公报 那么我们希望财政部未来能够做个处理 我们马上来处理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同时也请国防部的副部长 跟教育部的常务次长一起上台来备训 两位副部长次长 宋委员好 我想今天之所以请三位在这里 针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 像国中小学教师跟军人的 这个免税的制度做一个调整 大体上来说 我相信在国内是已经形成共识了 那么我个人对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改革也是表示支持 但是现在关键的原因是在于 当时之所以有这个制度 我相信各位都很了解 那是因为在早先 我们针对军人也好 针对国中小学的教师也好 当时国家所能够给予的薪资的待遇并不高 所以我们用尽了各种赋税的方法 或者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奖励 鼓励优秀的人才 希望他们能够投入军旅生涯 希望他们能够担任老师 不管是军人或者是做老师 其实对国家都很重要 军人保卫疆土 我们当然希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军 老师是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孩子 我们都希望最好最优秀的人才 当老师来教我们的孩子 所以当时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设计 但是因为随着整个 这个时事的变迁跟发展 那么军人也好 或者老师也好的 待遇也逐步的在做调生 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 因为牵涉到租税公平 负税公平的原则 我们当然必须要做一些改善 那么在改善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两个关键的问题 我要拜托我们理部长也拜托两位次长 就第一个问题 我认为今天这个制度 是我们当时的设计 是为了要让优秀的人 从投入军旅生涯 或者是从担任教师 做百年素人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尊严我们必须坚固 因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讨论到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 这些人被批评的真的一文不值 好像他们贪了国家什么样的利益 好像这些人得到了多少的好处 可是这样的一个制度 是我们设计去鼓励优秀的人才 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 那么因此当我们在做修正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 把它讲清楚 那么这是第一点 要让这些人觉得 他们的尊严是没有受到损伤的 否则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 看起来好像是 我们像过去有些什么企业肥猫 这些人跟肥猫是不一样的 这个制度是国家给予他们的 这是一个尊容 这是一个尊重 所以今天就算我们要把它收回来 要做一些调整 也要兼顾到他们的尊严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当时我们在做这样制度的调整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默契 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配套方案 这个配套方案就是希望 能够在薪资在待遇上面 做同步的调整 所以其实这笔钱收回来 再加上我们这个配套方案的处理 对国库来讲 收支应该是相抵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 说白了 我们只是在制度上做调整 但在他们基本实质的福利上的变化并不大 所以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的配套方案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做很多相关的改革也好 其实改革的利益本身是良善的 那这个改革也许也不会伤害到太多人本身的福祉 但是问题是因为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这个配套没有办法同步的推动 所以让很多 譬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中小学的教师跟军人 如果你实质来考量他们的薪资跟待遇是没有改变的 只是我们做制度上的调整 完全的符合了租税公平的原则 可是如果你配套提出的速度不够快 或者是你说明的不够清楚 那这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委屈了 觉得尊严受损也就算了 实质上的利益看起来也受损了 那针对我们这样的改革就失去我们原先的本意啊 所以我特别要拜托啊 我想这个部分恐怕也不是我们李部长能够处理的问题 但之所以请三位一起来 我是要拜托的第一 当李部长推这个改革措施的时候 我当然希望我们国防部跟教育部 你同步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你必须要拿出来 你如果没有拿出来 李部长又要背黑锅了 这些人的反弹又反弹到财政部身上了 说财政部现在国家没钱了 就想办法从他们身上找钱了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如果你今天国防部 你教育部提不出配套 你就让财政部一个人去扛这个责任 这对财政部来说是不公平的 那这对整个政府原先我们推动 租税公平制度改革 这样的一个良善的利益 也会打折扣 所以我务必拜托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到国防部跟教育部 有任何的配套 刚才其他的委员也提出过质疑 这个配套如果没有拿出来 我在这边是不是拜托主席 这个法案的修正 我百分之一百赞成 但是我希望能够看到配套同步的提出 我希望当立法院通过这个相关的修法的时候 是我们可以大声的告诉这些人 你们过去对国家的贡献 国家是看到的 那么未来我们希望优秀的人才继续投入 而尽管这个制度做了修正 未来这些相关工作的实质的薪资 我们有配套来做调整 不会让你们的福利受到损失 我希望立法院做修法的同时 也能够做出这样的宣示 所以如果你今天国防部跟教育部提不出配套 那这个修法延当的责任就由你们两部来扛 所以我务必拜托 在修法的同时 是不是也拜托主席能够考量配套措施 是不是能够同步的提出来 好不好 谢谢您